三个义记上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搜罗居怕大卫 因为耶路华离开自己 与大卫同在 这几天我们看到大卫 一个又一个的这些人际关系断绝 他所能够依赖的 依靠的 保护他的 帮助他的 替贵他的人 让他安心的人 让他安舒的人 让他能够有个温暖的家庭 或者甚至有一个可以说 致死不渝的爱情 又或者甚至有情 都一一失去 那我们是不是这样看 大卫被神咒座呢 我们是不是这样看 就是觉得我们可以去加害大卫呢 当然我们现在不会这样做 但是不担保就是我们在大卫同一代的时间 我们可能会这样做 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这么断言呢 因为我想你知道 弟兄姊妹 这十五年里面 我身边 绝对不缺乏这样的人 很多是以前 是我亲自对一的人 很多是我以前 在我们教会当中 全职的领袖 他们一口咬住 如果石安不是安舒的 不是有这一份的 神所给的 铁静的人生 平平凡凡的 安舒过一生 那就证明石安不是跟从神 因为他们觉得 跟从神一定能够达到他们内心这一份的安舒 安心啊 他们自己为自己所描绘的将来的人生 但仍然是那一句 如果我们的人生是要照着我们自己这份的狹藝 这一份的自私 这一份的懒惰 方式的描绘的话 那这个就不是跟从神所得出的结果 我们在这里见到大卫 大卫原来他是一个这样的经历 在当时我们和大卫同一时代 我相信我们绝对会说 哇 真的在当时代当中 没有人比大卫惨惨 但是这个起不是是神的带领 神的带领使得大卫 是成为那个时代不平凡的人 大卫所有的潜质 勇气 他的优质 他的内涵 都急剧的突破 因为原来在我们人生当中 如果叫我们躺在那里 叫我们去偷懒的话 我们的潜质是不会发挥的 我们不能够锻炼到 我们自己拥有的这些财能或者技能 但是唯独就是我们不断挑战自己 达到我们的极限 我们才见到我们自己拥有的质素 能够得到发挥 我们所见的奥运会不是那些 一天到黑睡在家 一次运动都不做的人 就可以跑得最快 跳得最高 游泳游得最快 不是 我们见到那些是完全鞭策自己 就好像差不多被 好像被野兽追着他们一样 被模型的鞭子鞭打他们一样 他们这样鞭策自己 使得他们成为万众触目的这些冠军人物 但我想你知道大卫就是一个这样的战士 一个这样的冠军人物 当他将他的生命交给神之后 神拿起这个生命 一步一步带领大卫走上一个神为他雕夺的人生 鼎姊妹 你是不是跟从神 当你走上神为你雕夺的人生 你预备好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相信这一套的信息 灼在溪水泊 就是你作出这个预备 因为事实上我想让你知道 我相信在未来三年半大灾难的人 他们都是会有这样的经历 在一般人来说 可能觉得这三年半是很痛苦 但问题就是如果这些人只在那三年半里面信主的话 当然这种痛苦是他们一定要经历 但他都可以在这个痛苦当中 经历神给大卫的大力 没错 是会有很多的失去 很多的迫害 但是他都可以从大卫这个教训当中 学习 带着这份喜乐的心 带着甘心乐意的心 去享受神所给他人生当中这些的带领 因为每一个人给神带领的他人生 都要经历这些挑战 只不过有些人可能用25年或者35年 但是有些人要浓缩在三年半里面 但是我相信大卫是一个极知好的一个例子 使我们从当中去学习 在昨天我们看到就是说 大卫和约拿丹的分开 但是今天我们尝试去看看另一个人 第四个人 就是大卫失去了 另一个在他整个的人生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人 或者你说是谁呢 我想象的其实大卫在这个时候 能够最帮到他的人 一定是谁呢 是撒姆尔 我们尝试看这一段经文 撒姆尔记上第十九章第十八节 大卫逃避来到拉玛 见撒姆尔 将素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片 他和撒姆尔就往拿约去居住 你会看到第四个大卫可以说 不失去得起的一个人 再失去这个大卫可以说 在他的生命当中真的没什么依靠 这个人就是撒姆尔 就是当时全以色列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先知 亦是这个撒姆尔高距 鼎姆尔你听到今天 你敢不敢觉到大卫那种心情 你其实现在理不理解到 神其实在大卫身上所雕夺所塑造的 不是一般人能够承担得到 而实际上一般人 神早就已经放弃了 或者吓死了 或者甚至疯了 你扫下了少少的压力 少少的问题已经变成这样 但是他没有大卫所面对的一般的问题 我相信不是很多人 好像大卫那样 失去他人生当中的启蒙师傅 高距的先知 又或者甚至 生命里面属灵里面的唯一的一个长者 但我们看到大卫在生命当中 一个又一个这些宝贵的关系都失去 那种的孤单 那种的心痛 那种的彷徨 我相信大家能够从这几天里面感受得到 但是这个就是神为我们带领 我们所奔跑的人生 祂会出现的可能性 而实际上这个可能性 你会看到在主耶稣身上也好 会在一个跟从神的人身上也好 都有重复重复又重复的出现 而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我尝试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应该带着一个什么心境去面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过来人 我相信这一点 我相信每一个听我分享这一套讯息的 每个弟兄姊妹你都会认同 而当中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些心得 让你能够带着一个乐意感恩的心去面对 三国伊基上第十八章第十二节 素罗巨怕大胃 因为耶和离开自己与大胃同在 是我最明白内心婚宝 是我最明白内心的愉悠 照亮我似光席 上背背片的油 从醉里私人手还不够 天妙靠近 为我感动 富余游 绵绵带我 天文不识 最恒久 围着我手 踏过幽谷 看述我心中感受 毫限热爱 于心狠中心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